黑洞是辽阔宇宙的特产,几乎在每一个星系中都有黑洞的身影,因为来者不去的的特性,黑洞也受到了如爱因斯坦和霍金等著名科学家的重视,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,黑洞在宇宙中存在了几亿年,它一定吸收了很多物质,那么问题来了,既然黑洞什么都能吸收,那它的内部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呢? 最近外国的科学家们有了新发现,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,物质在被黑洞吸收时,黑洞强大的能量会在物质接近黑洞的中心时,将物质打散成类似于原色的大小,然后再将这些很小很小的物质投放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,科学家们大胆地猜测,黑洞的中心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宇宙的基点, 而被黑洞吸收的物质,很有可能去到了另一个宇宙,而爱因斯坦曾经也提出过这个理论,黑洞的基点很有可能就是虫洞,是另一个宇宙与这个宇宙的桥梁,也正是这座桥梁为黑洞提供了能量,借着这个理论和学们向前猜测, 黑洞极有可能就是次元宇宙的大门,通向次元宇宙的高速公路,如果这个说法成立,那么被黑洞吸收的物质,既有可能在另一个宇宙,构成了一个新的宇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